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得到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联社的独家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他已经注射了实验性的冠状病毒疫苗 试图说服公众在疫苗获准后效仿他 我要透露一些秘密 我注册了其中一些疫苗 并且给自己进行了注射 高福在周日由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健康公司 还有美国科学期刊出版商主办的网络研讨会上这样表示 他说我希望它能够发挥作用 美联社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 中国一家国有企业在三月份为员工注射了实验性的疫苗 甚至在政府批准在人身上进行测试之前 此举引发了一些专家的道德担忧 高福没有说明他是何时或者是如何来进行疫苗注射的 因此不知道他是否是作为政府批准的人体实验的一部分被注射的 他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而这样的说法凸显了巨大的风险 因为现在中国美国英国的公司正在竞争 已成为第一个拥有疫苗 帮助结束这种大流行的国家 而这将是科学和政治的胜利 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全世界处于不同阶段的人体实验的 仅二十多种潜在的疫苗中 有八种来自中国 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 而高福拒绝透露他注射的是哪种疫苗 他说他不想被视为为某家公司在做宣传 上个月高福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 该论文介绍了一种候选疫苗 通过在实验室中种植整个病毒 然后将其杀死而制成的所谓灭活疫苗 该候选疫苗是由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医药集团的关联公司开发的 该公司此前在网上发文表示 疫苗被批准进行首次人体研究之前 包括高管在内的三十名员工 在三月份帮助其进行了预测试 科学家们对这种实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因为在一项精心设计的研究发布之前 发生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的有效或者是无效性 并不能够作为安全有效的可用证据 中国国家媒体也报道了国企员工出国被注射疫苗的消息 高福说他接受注射是为了给公众信心 尤其是在不信任感上升的大潮中 这种不信任感助长了阴谋论和对科学家的攻击 他说每个人都对疫苗心存疑虑 作为一位科学家你必须勇敢地去做 如果我们都不做 我们怎么能够说服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公众去接种疫苗呢 而细胞杂志编辑也是网络研讨会的主持人则表示 这是很勇敢的事情 这表明他对他所相信的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以及他对科学和公众健康的承诺 即使中国在全球疫苗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也在努力克服多年来的药品丑闻 最新的一次是在二零一八年 当局召回了狂犬病疫苗 后来又宣布用于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的疫苗批词无效 高福本人也曾经因为中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初步处理 而受到国内外的严厉批评 他在公众视野曾经消失了好几个月 在四月底接受国家媒体采访时再次出现 而最近高福一直在参与有关病毒的研究 他说随着疫苗研究的继续 中国疾控中心目前正在研究潜在的免疫计划 试图搞清楚是优先考虑儿童老人还是医护人员 而高福现在的说法正值美国和中国地缘紧张局势加剧 北京在疫情爆发之初没有向公众发布警告发布数据 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病毒的传播 但是高福说他希望美国和中国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不希望中国和美国在科学上分开 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根据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的召集人兼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陈志思承认 有一家美资银行最近告诉他准备取消他与银行的账户 发还他的存款 他拒绝透露银行的名字 但是他同时表示其他港府高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本身是泰国盘古银行创办人的第三代家族传人 早先还告诉南华早报 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后 他不会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 他说我不相信他们会针对像我这样层次的人 因为北京将会对等报复 而我肯定美国损失更为惨重 当时他还说香港国安法已经迷已成炊 我不能在美国的威吓下改变我的立场 陈志思同时在旧金山拥有物业 他告诉金融时报 包括他在内的香港高官 由于中美关系就香港问题趋于紧张 越来越难与外资银行有账户上的往来 他说我到香港本地银行开账户的成功机会就要好得多了 但是假使我去一家美资银行去开账户 他们不想与我这样政治上高曝光的人有任何业务往来 就算是汇丰银行也不想跟我有业务往来 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已经让中美关系更加紧张 如果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 甚至有可能被带回大陆 接受中国大陆的司法审讯 美国针对香港国安法所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 允许华盛顿向任何涉及执行国安法的官员实施制裁 任何银行如果有这类人士 有业务往来 那么也将被封锁在美国的金融制度之外 包括不能使用美金来作为业务的货币 陈智思表示他遇到的问题已经开始扩散 银行过去一向都对政治高度曝光的人物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 而自从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后 银行界跟香港官员做生意更加小心翼翼 陈智思透露这家美资银行写信通知他 非常感谢你 我们不想跟你有业务上的往来 就这么简单 我肯定我不是唯一的 我甚至与政府其他公务员们了解过 他们的银行也不想跟他们做生意 陈智思说他与银行界讨论过有关问题后 对他们正在审查客户名单 不但要查高官 甚至也包括民主派人士 因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科技以及商业有关的两条消息 在今天腾讯控股超过了脸书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社交媒体网络运营商 同时是全球第七大公司 这家中国网络游戏和巨头大涨了百分之四点五 达到了五百四十三亿港元 使其市值大概低于五点二万亿港元 而美国竞争对手脸书的市值则为六千五百七十八亿美元 通讯今年在香港上涨了大概百分之四十五 为投资者增加了一点六万亿港元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脸书在纽约涨幅大概是百分之十四 就在两周多前 就在两周多前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超越了脸书 成为了全球第六大价值公司 阿里巴巴的市值大概是六千七百七十四亿美元 长期以来美国科技和互联网公司一直是世界的领头羊 中国在从数字支付5G网络 一直到网络游戏和电子商务等各个方面日益增长 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关系的一部分 这可能促使腾讯提出将其搜索引擎部门搜狗 从美国市场私有化的建议 腾讯的生态系统里面有游戏 社交网络移动支付音乐和视频以及云计算 其微信每月的活跃用户超过十亿 现在股票已经从灾难性的二零一八年中爬了回来 当时它面临着长达九个月的游戏审批冻结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由于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病毒的打击 中国的在线旅游巨头携程正在与潜在的投资者商谈 出资从纳斯达克退市市营 四位直接的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家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目前市值是一百六十五亿美元 管理层已经与包括私募股权公司 还有国内科技公司在内的一些财务和战略投资者 就私有化交易进行了接触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正面临着美国监管机构更加严格的审查 还有更加苛刻的审计要求 同时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这促使一些中国公司放弃在纽约上市 转而到离家比较近的交易所进行上市 消息人士提醒说 携程的退市还处在早期阶段 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此前没有公开报道过 由于此事仍然是在私下讨论阶段 这些消息人士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发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